光顧摸角攀岩爆炸 在土城國民運動中心的 室外攀岩場 學生們在老師的指導下 體驗攀岩的運動 攀岩是從登山衍生出來的一項運動 這項運動最大的好處是 不僅能增強肌耐力 平衡感 柔軟度 肢體協調性與靈活度 更鍛鍊堅持嘗試的膽量 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就是恐懼感變多 然後也不知道記起來很難抓 然後我就會怕 有點 所以我也不知道要怎麼用 就爬上去之後手會沒力 然後就 然後往下看的時候就覺得好像 變得更高 就是很開心 然後就是本來從這邊看上去沒有很高 可是看下來非常高 就是覺得不可思議 因為其實我是覺得有點爬高 以前小時候不會那麼爬 現在覺得有危險 所以就很爬高 很有成就感 因為之前不敢爬岩 可是這次爬岩可以爬到底部 爬到一半的時候覺得有一點累 然後到上面的時候覺得很開心 然後中間過程有點刺激 會撞到腳裡頭 土城國民運動中心 邀請小學生來體驗這項 平常不容易接觸到的運動 也希望藉此推廣攀爬活動 讓更多人知道這項攀爬運動的樂趣 而且在市區當中 就有大型的獅外攀岩場 更適合民眾來挑戰個人的攀爬能力 針對地方的學校的五年級跟八年級的學生 提供我們的特殊設施的體驗 那主要就是攀岩場跟溜冰場 那像去年就執行了三千多個 那小朋友跟家長跟學校的反應都非常的好 那想說這樣有意義的活動 我們希望可以一直持續下去 對不對 有沒有接觸過啦 所以很多孩子蠻害怕的 沒有 就再試一下用點力應該就行了 感謝那個運動中心給我們小朋友 這麼好的體驗機會 希望這個活動可以繼續一直辦理 看似很高的岩塔 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高不可攀 適合初學者練習攀爬 在土城國民運動中心這裡的獅外攀岩場 還有專業教練聰胖指導 讓在這裡攀岩刺激又安全 國父國小天際隊攀岩成功 數位天空新聞 土城報導 到達了